這次武漢疫苗也來做新的國內的觀光生業 可以說是孫時雄東參與 飯店業者不想要各自等無人客 是混混來推出到銷帝 希望可以去驗到顧客訊問 今天就有飯店業者主行來推出消費券 一天各自來大就直接可以扣到一千塊 無人拍出到買一枚送兩枚的破刊介紹 有費是一百接一百 過去購買的就要花最近一萬塊 才有辦法算的國內的路由 介紹一下很多 讓你的一段來過面的環境介紹可以直接扣到 想要這次來檢查到無限避難一陣 對到飯店業者的獎金 我們現在在我們這段期間來入住 我們現場的防備我們就限制了五百元 並且在加證我們的旅客面額千元的一個振興消費券 那總共是總計是一千五來送給我們的旅客 就是說在期間限定內只要持這個千元的旅券 在我們全台灣的六間的飯店都可以來做一個使用 不等政府的一個證券 對 是就是在期間限定內我覺得說 其實現在它可以安心出油 因為畢竟我們飯店都有做好徹底的一個防疫的一個清查 跟一個檢查這樣子 既然你感到這種的優惠還不夠 其實還有第一名的連鎖飯店 在這裡買一枚送兩枚 四四季的飯店送送的過一枚 只要一千多元 就是等於三個晚上的意思 買一送二這樣子 最大的優惠了 最大的我們從來沒有過這樣的一個促銷方案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不得不這樣 那麼多的員工要生活 那我們現在餐廳還有什麼優惠出事 我們餐廳就是我們早餐 早餐就是等於就是 本來我們的早餐一刻是自助市 一刻要380加一層 我們現在就是250塊加一層 等於整個都下降 我們早餐也很豐富 收到武漢遺漾已經穿進 再來的觀光生涯 算是上當參議員 其實不知道什麼時候 已經才有發動病室 這也讓很多飯店涯者 確定要聊下去 推出的優惠一泊接著一泊 希望可以順利來度過 對這節報的經濟寒冬 世新新聞就頂孫王修宣 和一起吃彩虹報道